兩臺雲T車接力將受困的兩百多人陸續救援下來 這都是新竹市東區的晴空會 二十六號深夜突然發生火警 意外的受到各界關注 因為這棟樓是位在莆頂里 是全臺所得中位數排名前十的里 石架登陸社區屋林十年二十八層樓高 最新成交單價是今年三月份 每瓶六十一點四萬元成交 相當於每戶要價將近六千萬元 不過晴空會的建商曝光 竟然是讓工地五度塌陷 過去更有不少黑歷史 路面突然破大洞 整台車輛直接掉進去 這是去年四月 風衣建設的風財五二零建案旁 發生的車輛最天坑事件 甚至建案周遭連續發生五次坍塌記錄 被縣府勒令停工 沒想到還在暗中半夜偷偷復工 工地還在死 封衣建設的黑歷史還不止這 再往前追到二零一五年 新竹建案浩瀚一品 進行連續壁施工時 突然大面積坍塌 瞬間出現一個足球場大的坑洞 甚至出事後 還悄悄更換建案名改成高峰會 建商諸多不良記錄 這回屋林只有十年的大樓 地下室又突然起火 到底什麼原因 也還要在調查釐清 三十軒綜合報導